你注意过这些在电影中出现的古典乐吗 没有注意到就对了 那正是电影艺术与古典乐完美的融合的表现 因为完美的融合而没有注意到古典乐本身 这些伟大的艺术是从来不分边界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为四期来介绍你熟悉的 使用过古典乐的经典电影 在这里你一定会慢慢爱上古典乐的 欢迎来到古典乐有意思 古典乐有意思 让古典乐有意思起来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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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首 电影《莫扎特传》是由莫扎特安魂曲 荣获巴西奥斯卡奖的莫扎特传 将莫扎特的一生与安东尼奥·萨列里的一生交织在了一起 对这位天才的天赋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他的天赋获得了所有神秘的 令人欺慰的 不可预知的一生的荣耀 这部电影由莫扎特的音乐杰作充满了整部影片 包括菲加罗的婚礼 唐·乔万尼 以及最著名的这首《莫扎特的安魂曲》 《莫扎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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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首 电影幻想曲 使用保罗·杜卡斯 《巫视的学徒》 在这场经典的 视觉和听觉圣愿中 华特迪斯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与一些游戏以来 最受欢迎的古典节奏相遇 显得格外有趣 在前《莫扎特传》 《莫扎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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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首 电影《异形》使用霍阿德汉森第二交响曲 霍阿德汉森的第二交响曲中 宏大而今生的音乐伴随着异形最后的对话和结尾字幕 为这部科幻惊悚片画上了一个宣泄性的感情句号 大家有空可以再次回顾一下这个结尾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首 电影《雪色将至》使用布拉姆斯低大调小提琴协作曲 《雪色将至》的高潮部分必须是成为电影中最出乎意料的完美使用古典音乐的教案之一 就在《主人公》《戴尼尔黛·杆尔黛·劉威斯》大喊《我结束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什么曲子能够最为完美地表现出主人公的心境和情绪呢 只有这首欢乐的小提琴协奏曲《乐章》可以表达 I'm finished I'm finished 好电影完美配合的古典乐实在是太多 我们接下来几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欢迎大家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的支持 古典乐有意思 让古典乐有意思起来